减少使用塑料 环保 近二三十年来都成了很多人口中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但是环保说一行难 有多少人会真正赋予行动 真的身体力行 减少制造塑料垃圾呢 但是在乌干达 有一名小伙子他却是化腐朽为神奇 运用人们丢弃的塑料 制造出一件件实用的物品 而且还创立了一所回收中心 请了将近70人加入环保行列 现在我们就跟着镜头 来看看这位乌干达男子 如何运用自己的巧手 让不起眼的塑料成为抢手的生活用品 乌干达首都外围的郊区中 映入银帘的却是一座座的垃圾山 当中堆积了满满的塑料废弃物 仔细一看 有一群人像是在寻宝一样 穿梭在这堆垃圾山中拾荒 拿去回收中心 眼前这位正在进行分类工作的 是这家回收中心老板 娜达西姆 凭着对大自然的热爱 这位年龄只有30粗头的小伙子 以易景之力创办了一家回收中心 到处收集塑料废弃物 希望为环保尽力奔利 我非常喜欢清晰我的城市 但后来我认为如果这必须要继续 这必须要继续 这必须要付费资料 所以我们开始收集塑料 和其他物件和其他物件 和其他物件和其他物件 当然会进入 单单收集塑料垃圾还不够 娜达西姆还购买了几台 二手的废旧塑料还收机 把收集到的塑料倒进机器 搅成碎片 过后再将碎片压缩 制造成椅子 来干等 一件件实用的日常用品 让人眼前一亮 被丢弃的塑料 可能是个数百年 也无法分解的垃圾 也可以被制成 另一个崭新的产品 娜达西姆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小小力量 都能帮助塑料废物 重获新生 为地球尽一段勉励